这个办公桌书桌 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有划痕 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今天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先看一下这个桌面的划痕 像这种划痕就是在使用过程中 有些硬的东西刮花了 然后修复也很简单 准备好这个油漆用的钢砂 也就是锡的钢丝 很线锡的钢丝 然后来磨它 把这个上面的划痕给磨掉 因为它上面是做到有清漆 有些俗称的胶 很露的 磨穿了一点也不怕 然后就这样一直磨板 磨到它消失为止 把它要用点力 在这里我就几乎磨掉了 中间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磨的时候 要顺着这个木纹的方向磨 不能这样横着磨 只能这样竖着 不然的话 横着磨 很容易就把它给越磨越花了 我现在做了这个木纹的方向磨 如果在磨的过程当中 这个硬质划痕太深 不好磨的话 可以先用这种粗砂纸 120度的 可以先把它给打一遍 这样磨的话 会不会比较坏一点 我刚才很明显 那个砂纸太粗了 所以说 划痕越磨越多 那就换成细的240度再来磨 大的划痕全部磨好以后 然后再来刚刚找到粗一点 这个钢砂纸 全部给它整编 像这些刚刚我们用的太粗的砂纸 磨过的地方 都把它拿一下 把它打得更细滑 粗的钢砂磨好以后 再用这个细的钢砂 把它的划痕 顺着木纹方向 再给它离一遍 这样看起来就更细地了 就这样看起来就更细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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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瓮换然一新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划痕修复内容 以及翻新打蜡保养内容 感谢观看 再见